官僚特別來 接接接接 公益公益 公益公益 你官僚很關心 公益公益公益 公益公益公益 公益公益 公益公益 芳草人物 散 在這裡表演的所有的代表 各位是在台灣各地散播溫馨的種子 處處開出芬芳的花朵 所以台灣有各位真好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台灣省政府辦理芳草人物表演活動 受到本省14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所的協助 在這裡已經是第五年了 在這裡呢 每個鄉鎮裡面都有很好的好人好事 他們不是有很顯赫的地位 很有龐大的財產 但是他真正是為地方 默默地在跟你們做好事 能夠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裡呢 要特別跟各位表示感謝 長期在鄉裡默默從事著 善心公益的人士 所以各位代表著台灣人 保有的愛心 錢分跟善良的美德 也是台灣卵實力的最佳代表 在現場面前我報告兩位 做一個事蹟呢 做一個分享 雲林縣董南鎮的陳生斌先生 那第二位呢 可能我要再報告的就是 我們古坑鄉的 楊淑芬女士 各位18位呢 代表各位的愛心跟無私 在雲林縣各鄉鎮 發光發熱 最開心的心情 來歡迎我們的立主席 所率領的團隊 今年第一次公開標用 芳草人物 到我們雲林館來 因為他對基層非常清楚 所以說特別地 來辦理這個地方 熱心公益芳草人物的 一個公開表揚 那這個意義呢 非常重大 因為所有受 標用的這些結出 我們台風的深公益人士 都是在地上出錢出錢 散佛你們的愛心 造福鄉里 有真好真好的一個表現 就對了 我們上一位說 十部之內必有芳草 透過這樣子的表揚的活動 除了一方面肯定 我們這位芳草人物的卓越的貢獻之外 也希望能夠帶動風氣 讓更多人 英文以來學習 英文以來付出 讓我們這位社會 更加穿我們這位文情 更加穿我們這位愛 我相信 這是這位公開表揚 非常重要的意義